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聊物野之战 关于这场战役呢 大家应该觉得不会陌生 不管是从风神演义中 还是从课本中一些史学资料中 我们都知道了很多 不过呢今天我要跟大家聊的 并不是被历朝历代的儒家家 经典包装下的木野之战 而是想讲讲这场战役的另一面 一个不被历代儒家人士所正视所认可 甚至是被故意修改或删减的另一面 大家通常所知道的木野之战 大概是这样的 商朝末期咒王暴虐无道 咒王组织了四万五千人的军队 而对面商咒王的人马则将近七十万 两军在昭歌附近的木野展开了决战 在大战爆发之时 商朝的前沿部队突然是道戈反向 与周军一起杀向了昭歌 在我学过的中学课本中 这前沿部队大部分是由奴隶组成的 商咒王猝不及防 周朝以及起义的大军顺利的攻入了昭歌 商咒王自焚而死 周五王进入昭歌以后 受到了商人的热烈欢迎 周五王也召告商人 罪只及咒王一人 其他人无赦 由此这场决定两大王朝命运的决定性的一战 就这样细极性的收场了 可以说是兵不雪刃 劫大欢喜 倒霉的只有咒王一人 在这段技术中 我觉得有几点是记录者最想让我们知道的 第一就是周五王只组织了四万五千的军队 而对面的商咒王则有七十万之中 七十万这个数字是出自于史记国本记 后来呢可能又觉得这个数字太过夸张 就改成了十七万 但不管怎么说 周五王也是以少胜多 周五王以少胜多说明了一个道理 周五王是顺天命的 而且周五王并不是一个人在作战 他还组织了一个诸侯联军 这也说明了当时天下的人心向背 周五王是得道多助 而商咒王临时拼凑的人马临阵倒戈 就说明了商咒王他已经失去了民心 这叫师道寡柱 胜利以后周五王善待商人就这样 在公元前1046年的这个暖冬一代人军周五王平地诞生了 这场战役也被后来的儒家经典推崇为标准的有道伐无道 有道必胜就像孟子所说的以治人罚治不仁 仁者无敌 那么真的就是这样吗 在上书五成中却有这样的记载 惠于木野 网友敌于我师 前途倒戈 攻于后以北 雪流飘楚 雪流飘楚呢 是说这场战役进行的异常的惨烈 可以说是雪流成河甚至于楚都可以飘在血水之上 楚呢可以理解成木棍子或者是军人当时使用的一种 物盾牌 不是说基本上兵不血刃吗 怎么会经历如此惨烈的战斗 而益州书中又提到商人贫民在这场战役中被杀死了十几万人 史书上并没有说这十几万人是死于这场战役进行之中 还是在周五王取得胜利之后 但不管是在之前还是在之后 这似乎都不能成为周五王得民心的佐证 如果说这些人死于战役之中的话 那就说明当时商朝的百姓是加入到了自己都城的保卫战之中 如果说他们是死于周朝大军孤入昭戈城以后 那就说明周五王进行了屠城 而屠城一般是胜利者在遭遇到了拼死的抵抗以后的一种报复行为 不管怎样 这似乎都与历代儒家经典记录下的商人 但时胡江以迎王师的情况大大相反 那么在公元前一千零四十六年的冬天 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木野之战爆发的前一年也就是公元前1047年 昼王地心还在进行着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远征 这次远征的方向是东方远征的目的是要再次打通关系到商王朝命运的金到西行 所谓的金到西行实际上指的就是两条路分为东西两线 大家知道在商朝时期最高的科技就是青铜冶炼技术 而掌握这项技术的正是商王朝 青铜器不光能制造礼器 而且也是当时最重要的生产和生活工具 有了青铜器制造的工具人们才能够去打井 而有了井人们才能够逐渐的定居下来 以前只能是随水源而居 所以就需要不断的迁徙 这就是为什么到了现在我们仍然经常把市与井联系在一起 称为市井 处于中原府地的商王朝拥有着当时东亚大陆最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 但中原地区并不是青铜器的原料产地 青铜器大家知道主要的成分是铜和锡 而这两种原料的矿产都处于中国的东南部 所以连接原料产地和生产基地的路径就被称为金到锡行 它又分为两条路 一条路的是在中国西部通过大别山以后 连接当时盛产铜锡的大幽国 然后进一步延伸连接处于湖北的大野山原料基地 东部的一条线则是从印度一直向东南延伸 一直通向淮河流域 那里有安徽的统领 两条线相比较 西部的线一直比较稳定 而东部的这条线因为要通过当时能征善战的东夷部落 所以经常被阻断 这也就是为什么商朝有好几代君王都曾经进行过东征 目的都是为了要保证这条东部的金到锡行的畅通 东夷部落大部分是居住在现在的山东和江苏境内 这个仪字是一个人背着一张弓 由此也可以看出东夷人骁勇善战是当时真正的战斗民族 商朝当时的景况和我们大家现在熟悉的大一统王朝有很大的不同 商人建立的王朝虽然是当时最强大的部落 但他对其他的部落并没有统治地位 据竹书记年记载 其他部落的那些方伯 他们来京城并不是被称之为朝建 而是做客 当然了 这些方伯有些是与商朝友好的 有些则是商人的世仇 在当时方国的总量可能要数以千计 而商王朝实际控制的地区并不大 他是通过对他亲善的那些附庸国对更大面积实行统治 而比他直接或间接统治的面积版图更大的则是商人创建的商业版图 掌握了当时最高科技和市场渠道的商人 也在这些来来往往的贸易中是大发奇才 当然了这里提到的大发奇才并不是贬义的 通过这些贸易 其他的那些比较落后的部落同样受益 他们的文明也被商朝的文明带动着一起往前走 所以总的来说 当时的东亚大陆呈现出的是一种城邦式的文明 这一点呢就非常的类似 基本上是在同一时期 但是在地球的另一端的 波罗奔尼萨半岛上的迈西尼文明 商朝是从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1046年 而迈西尼文明是在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1200年 迈西尼文明是古希腊文明的第二阶段 在他之前的古希腊文明的第一阶段就是克里特文明 迈西尼文明也是城邦化文明 而将希腊各城邦卷入的那场特罗伊战争 就是爆发在公元前1200年 巧合的是 传说中的特罗伊战争是源自于一位叫海伦的美女 而差不多在同一时期 在地球的东部发生的五王伐咒 其出兵的原因也与一位美女有关 再后来多利安人的入侵 使得迈西尼文明走向了没落 古希腊文明也从此进入了他的第三阶段 就是黑暗时期 而地球另一端的商王朝 也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受到了被他们称为西疆人 周朝人的进攻 商朝覆灭 周朝取而代之 不过幸运的是中华文明并没有由此中断 而是走向了另外一条的发展路径 有时候人们不禁会想 如果商朝没有被周朝所灭任由这种城邦文明继续延伸 发展下去的话 那么后来的中华文明还会是大一统的局面 可惜历史无法假设 所以这个问题也永远不会有答案 周王帝心也不是第一次东征了 在他30年的执政期间曾经发动了数次东征 其中在帝心9年征讨有苏国的时候 他还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 就是他还带回了一位美女叫达己 关于达己遇见帝心的时间 在历史上的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有说是在帝心9年 有说是在帝心2年 还有人说是在帝心执政的倒数第二年 如果是最后一种说法的话 那么达己真的是没有足够的时间 祸害商咒王以及商王朝 如果说他是在帝心2年 或者是在帝心9年认识商咒王的话 那么是不是就说明这个叫九尾湖盘的迷要 笑笑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 长到甚至可以说 咒王帝心与达己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顺便说一下 达己是咒王帝心的王后 在历史记录上 商咒王还有另外三个妃嫔 其中之一就是周文王的女儿 也就是周武王的妹妹 关于达己是祸水的说法 最早呢是出自于300年以后的国语 说最早呢是因为这部国语呢 据说是春秋时期的左丘明所编著的 但现在大部分的史学家 并不认同这种观点 而是认为国语是在西汉末年才编撰而成的 再比国语更古老的史书 比如刚才提到的益州志以及尚书 并没有关于达己是祸水的记载 公元前1047年的这次东征 咒王帝心率领着当时东亚大陆的最强战队 这只大象和犀牛也参加的部队 不出意料的取得了对东夷部落的胜利 再一次保证了金道西行东县的畅通 在取得了胜利以后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帝心只率领着自己的贴身卫队 悄悄的回到了帝都昭戈 咒王帝心离开自己的大军 基本上是只身一人回到昭戈的消息 在当时的商朝来说应该是绝对的最高机密 知道这条机密的人仅限于商朝的最高层 但这个消息还是很快就被周五王得知了 那么泄露这个消息的人是谁呢 很有可能就是威子齐那位周五王的长兄 因为据史书记载 周五王回京以后 威子齐马上与当时朝中的太师少师商议 商议以后 威子齐回到了自己的封地 而太师少师则奔向了西齐 再以后就是周五王率领着九国联军杀向了昭戈 所以很有可能是威子齐派少师太师给西齐送去了消息 不仅仅是告诉了周五王 这时候周五王正在昭戈 而大军远在东夷的消息 而且很有可能告诉了周五王一个更加阴损的计划 这个计划也给周五王敢于率兵东征提供了一颗定心丸 那么这又是个什么计划呢 周五王以前并不是没有东征过 据史记记载 他曾经召集了天下八百诸侯会师梦经 准备进攻昭戈 但后来周五王却突然说天时不对 而将所有的诸侯遣散 自己也退军了 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来 周五王是一个非常小心谨慎的人 他知道他面临的对手的强大 他不敢贸然进攻 但这次为什么他的胆子突然变得这么大了 即便是当时路途艰险一直下了大雨 即便是有很多的预兆都表明他此次的征讨将是无功而返 当别人在路上劝见周五王让他罢兵的时候 周五王却说我们一定要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赶到木野 因为这个时间是我和商朝的大臣焦哥已经定好的 焦哥又是谁 焦哥是商周王所信任的一个大臣 也是后来造岩叶的鼻祖 他曾经是个大商人 有人说焦哥是周文王派去商朝的内奸 也有人说焦哥是在威子启的阵营之中 不管怎么说 他虽然得到了商周王的信任 甚至作为周王的特使出使过西齐 但他绝对不是商周王的人 那么周五王与焦哥之间 或者说他与威子启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约定 也许从后面的结果来看 我们就能看出一丝端倪 周五王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了木野 就这样对上了周王临时组织的大军 周朝的联军首先发动了进攻 坐在战车上的周王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勇敢 那种更像是有安全保障的勇敢 他似乎已经预先知道周王必败 果然商朝军队中那些由商朝贵族率领的军队 首先是倒戈相向 他们杀向了周王身边的卫队 周王无奈只好退守称中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就明白了威子启的计划 他不仅仅是告诉了周五王 周五王已经回到了帝京 而且他的大部队并不在身边 而且他还告诉周五王 我已经策反了商朝的贵族 那些人会和我一起振前倒戈 这也就是为什么周五王可以这样的义无反顾 这样的肆无忌惮 因为他早就知道周王输定 所以陆野之战败的并不是在战场上 而是在商朝内部的朝堂之上 商周王也不是败给了周五王 而是败给了自己的同胞兄弟 再以后的事情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 但我想应该是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攻城战 终于周王的士兵与周朝的士兵以及叛军 展开了一场艰巨的攻防大战 而且我猜想帝都的贫民们也参与到了守城之战 他们拿起他们所能找到的任何武器走上了城头 来捍卫他们的帝都他们的文明 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在这场战役中 平民死伤居然达到了十几万人 这些平民要么是在守城战中战死 要么就是在周五王进城以后被屠杀而死 这也就造成了在上书五成中记载的那个情景 血流飘除 但历代将周五王视为人均楷模的儒家大师们 绝不会相信血流飘除这种说法 先秦时期的孟子首先发难他是这样说的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物于五成取二三册而异异 人人无敌于天下 以治人罚治不人 而何其血之流除也 孟子这里提到的尽信书不如无书 也成了日后的名言 不过这里说的书呢 并不是泛指一切的史书 而只是指的上书 孟子说上书五成我一般只取两三篇作为参考 五王是以治人罚治不人 而忍者无敌 怎么会出现血流飘除的情况呢 忍者无敌也是出自于这段话 周五王进入昭歌城以后 首先是先找到了已经被烧焦了的商周王的尸体 然后冲着那个尸体摇摇的射出了三剑 这三剑呢应该就是代表了被商周王毁坏了的三政 所谓三政就是天地人 意思大概就是说周五王要代表天地人对商周王实施死刑 然后周五王又走上前用轻剑刺激商周王的身体 再下一步就是用黄月砍下了商周王的脑袋 悬在了白旗之上 然后周五王又经过了商周王妃嫔的居所 这时候商周王的两个侍妾已经自杀了 这两个侍妾中有没有达姬 这个呢史书上并没有提及 但我相信应该是没有的 如果有的话我相信一定会提到的 这么解恨的事情怎么能忘了 那么达姬去哪了 到了东汉末年曹操击败袁绍于夜城 随曹操一起征战的他的儿子曹丕进城以后直奔 袁绍赐子袁熙的府中 因为他知道袁熙的妻子珍氏非常的美丽 他必须要早点去一点也不能耽误 因为去晚了珍氏就会成为他的后妈 最后曹丕如愿以偿得到了珍氏 为此事孔荣给曹操写了一封信 说当年五王伐咒赐达姬与周公 就说达姬是被五王赐给了自己的弟弟周公蛋 曹操也是读过书的人 可是从来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典故 于是他就反复追问恐龙 说你这点字何来呀 恐龙笑着说 已今度之想当然而 就是说从现在来看的话 应该就是这样吧 原来这个故事是恐龙杜撰的 想当然这句成语也就由此而来 达姬被赐给周公不过是一句笑谈 史书上并没有达姬最终去向的记载 有些史学家认为达姬在木野之战之前已经去世了 没有达姬的记载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因为本来达姬在先秦的史书中就没有什么存在感 只是过了几百年以后为了衬托周王的荒阴无道 才把达姬抬了出来 本来下王有莫喜周王有包四 商王自然也要有一个祸水相赔 达姬不过是一个被选中的人 谁让他本来长得就黑呢 周王也同样砍下了这两位后妃的头颅 这两个头颅加上周王的头颅是他最好的记礼 然后进一步的杀戮开始了 周王下令将那些忠于周王的王公贵族大臣们 有的是砍断了四肢 然后任凭他们在血泊中翻滚哀嚎 有的干脆就剥光了衣服投入老废水之中 让他们活活的竹死 这些都是最好的人生啊 他们的价值在神灵面前要比那些奴隶高出太多了 周王地心已经很少使用的人生祭祀 在周五王手里大放光彩 公元前1046年冬天的这一天 整个的昭戈城都笼罩在这样的血腥恐怖之中 血流飘杵中的杵 我想可能并不是仅仅指的是盾牌 因为杵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百姓用来捣米的一种工具 是一种生活用品 我想在血液中飘的有可能还有这样的杵 那是商都的百姓所能找到的唯一能够预敌的武器 现在这样的杵就静静的飘在了血泊之上 他的主人已经不再需要他了 有人可能会发出疑问商周王那时候为什么不跑 在他看到周朝联军围上来的时候 也许他还有机会跑 然后宣布迁都 虽然说商朝自盘庚迁一以后就已经固定了自己的都城 不再随便迁都了 但是在之前还是有很多的迁都的传统的 盘庚以前的商王好像是商朝的天下是他们租来的一样 所以不断的搬家那么商周王为什么不效仿先王搬一次家呢 我想这可能是因为周王帝心有点拖大了 他过低估计了周朝联军的实力 也更无法相信他的哥哥和贵族们的背叛 他相信凭着他手里的这点兵力也足以击败周朝联军 等到败局已定的时候他可能想跑也来不及了 或者他根本就不想跑 一向高傲的周王帝心忍受不了这样的屈辱 也无法接受亲人的背叛 看到了这么多的商朝市民因此而丧命 他选择了以一个帝王应有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对周五王的暴行深恶痛绝的还有两位当时世上的大贤人 他们就是伯夷书奇 伯夷书奇是孤竹国的王子 伯夷是老大 书奇是老三 孤竹国君想把王位传给老三书奇 等到孤竹国君去世的时候 书奇呢想让自己的大哥伯夷继位 而伯夷呢却是想让自己的三弟继位 所以伯夷就跑了 书奇看到自己的哥哥跑了 自己也不想继位也跑了 后来两个人一起就搬到了周国居住 二人当时的名气很大 那时候周王刚刚去世 武王刚刚继位 武王就想拉拢这两个人 但这两个人很快就知道了 武王与交阁以及与魏子启之间的勾结 他们认为武王行事卑鄙 所以不愿意接受武王的封赏 等到武王克咒以后 伯夷书奇身耻之 认为周武王是以报易报 所以二人就躲进了守阳山中 一世不识周速 最后被活活饿死 木野之战以后 威子启并没有马上得到他想要的封地 和想要的王室祭祀权 这些权利周武王封给了周武王的儿子武庚 我想这可能是因为在商人之中 威子启的名声实在是太臭了 周武王也不想进一步刺激商人的愤怒 毕竟朝歌虽然已经被攻陷 但商朝还有实力 所以周武王封了周王的儿子武庚为王 算是对商人的一种安抚 从这一点上来看 周王还是得到了很多商人的爱戴 木野之战的三年以后 周武王就去世了 周成王继位周公辅政 随后武庚与周武王另外的三个弟弟发动叛乱 这就是历史上的三间之乱 周公东征平叛杀死了武庚 武庚被杀以后才封威子启于宋帝 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 威子启也就成了宋国的开国之君 威子启去世以后 因为他的儿子还在周帝作为人质 所以无法继位 这样王位就传给了他的弟弟 也就是周王的二哥威子衍 而威子衍的第十五世孙就是孔子 一千多年以后 后周的一元大将驻军在了这个被称为宋的地方 再以后这元大将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王朝 这元大将的名字叫赵匡印 他创建的这个王朝叫宋朝 中国历史上又一个重商的朝代 我们现在再回头看看我们课本中提到的沐野之战 现在我们换一个角度 或许可以发现这种说法中的一些有待商榷之处 比如说两军的人数商朝人肯定不会有七十万 也不会有十七万 经过一些专家的考证推算 当时周朝的军队大概应该是两万多 而商朝的军队有四万多 而且没有任何史书记载奴隶曾经卷入了这场沐野大战 其实大家想想也知道 周王帝心怎么会把自己的命运 王国的命运寄托在那些还未归顺的奴隶身上 奴隶振前起义推翻商朝的这种说法 还是开始于上个世纪 这种说法按和了是农民起义推动了历史发展的习惯性的说法 所以说这说的并不是历史而是政治 差异化的视角总是能够让我们看到更加立体的世界 希望通过今天的讲述各位能够看到一代人均光环背后的那一片片阴红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Frank家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